张透 我在他身边 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情绪 你们会发现 我每次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不是交流的状态 他是在按照自己心里的稿子 再往下走 我不说这是对是错 就是希望你轻松一点 好 你要求的薪资是60万 是吧 是底薪吗 就是因为销售是要靠业绩说话的嘛 对吧 就是我见过很多人 以前都有那个过往的经历 有的可能都很苦啊 都苦过来的 这样的挺多的 但是年薪六年前 年薪已经达到一百万的人 还这么苦的倒是不常见 就是为什么你都已经达到这样的收入了 你仍然没有摆脱你那种生活状态 从退学之后 我是没有说是停止过学习的 因为我花了很多的学费去报课程 第一个人 这个月就没有这些简单 也可以搬开 在这片相比的 广告上 街上 最后 这种生活状态 面 也就是 最后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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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是一个做销售 因为我们江湖销售就是跑 用结果来说话 假如说你现在来我们公司做了部门销售总监 这样吧 我让你拓展一下线下的业务吧 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能帮我拓展到600万的业绩 那要是我去做的话 可能我不会去单个去推 我们基本上都是做沙龙 请美业的所有的老板来 然后都是以小型沙龙或会销 这样的形式去做成交的 这个问题有点难 这是一个总监级别回答的问题 但你显然你的回答太出级了 总监级别有基本的市场运营能力 那职场竟然一点都没有 你说的都是我怎么做会销 怎么现场收大家点钱 这是你原来擅长的 所以职场跟你原来做的事 真的是两件事 在第一轮选择之前问一下你 你要调整薪酬吗 可以调整 调整到多少 两万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五盏灯 天生我有才 因为刚才各位企业家的 极烈争论 我突然间想说这样一段话 其实一个人的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我今天在任何一个岗位当中 具备不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 但是在一个月之内 你就会发现 你想要给我提供给那个岗位 我就能完全拿下 所以我今天想跟各位职场老板说的就是 可能今天我是一个职场小白鼠 但是在两年之内 我会让所有人看到 一个从江湖销售变成职业销售的人 让所有人见证成长的力量 你既然承认你要从头学习 你让我们给你两年的时间 好 就算了 大家给你两年的时间 那为什么你要让我们给你开出底薪 两万的销售底薪呢 我觉得我接受不了了 我觉得大家很过分 慧霞 我告诉你 他们谁也别选 你记住 你既然现在已经有现有的销售渠道 销售途径 对吗 有销售团队 你可以把它重新组建 只要你选择一个好的公司 一个好的专业的销售培训就可以了 所以目前这些不需要听什么降薪 再改变 或者再去什么所谓的职业化 都不适合你 是因为你们没有见过 所以你们觉得很奇怪 马瑞 我觉得你太天机了 但是人家一年销售了百万 为什么不就能有这个机会呢 是他自己说要进入职场 我没有人逼他进入职场 你理解的职场是职场 另外的就不是职场吗 马瑞 我想回答一下你那个问题 就是在这里面有一个逻辑 是这样的 底薪是为过去付的薪水 绩效是为过程付的薪水 提成是为结果付的薪水 这三者不一样 你的过去为什么值两万 而不是说你未来为什么值两万 你未来当你值那个钱的时候 自然会给到你的 那是未来 第二轮选择取口令 还有三盏灯 洗牌 是这样的 谢谢大家